各位玩家們大家好 我是預言美少女小妖 喜歡養寵物的玩家們要注意囉 没有错 现在我就是要来介绍 預言online里面的宠物系统 让你可以養宠物 而且还可以升级你的宠物 而且呢 它们不是乖乖的待在家里面哦 玩家们还可以帮它们出去帮你战斗哦 在預言online之中 玩家们可以透过新手任务或是杀怪来获得宠物哦 如果你的角色是剑仙的话 还可以学习补宠技能来抓到宠物哦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可爱的宠物吧 四尾薯胶 三尾鸡舞 两尾猫友 还有望望 还有变色龙 小狐狸 跟小猫熊 告诉你哦 宠物啊不仅可以跟着主人参与攻击来获得精业成长 而且还可以进化哦 嗯 要怎么进化呢 那就要透过一颗怒灵之石 是的 透过这一颗怒灵之石呢 就可以让宠物变态哦 哎呦 人家不是说那个黑奶偶吉桑的变态啦 人家说的是生物学的变态系统 嗯 你有读过生物学的就会知道啊 也就是让宠物变化成更高级的形态哦 而且呢 不只只有进化一次哦 每个宠物啊 最多可以进化五次哦 越来越高级 越来越厉害呢 所以呢 玩家们带着宠物出去打怪冒险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得心一手哦 以上是预言online 宠物系统的基本介绍 大家了解了吗 是不是很好玩呢 好的 我是预言美少女小妖 那么在四月份游戏OB的时候呢 我会在预言online等你哦